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日假期,呼租來襲的刷分陣容 但我要先聲明接下來要介紹的這組陣容 有可能不是最好的 因為活動才開放第一天而已 代幣不夠的玩家們 就不建議太早下中本選角色 而且測試真的需要時間 我選擇分享就不怕別人超越我的成績 因為對我來說,獨樂樂不中樂樂 那我目前測試出來 最好的成績是6774萬 排在第一名 至於伺服器的第二名是5843萬 整體來說算是有相當明顯的差距 而且重點是 我目前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水果與加成符咒 所以就想說來跟各位分享看看 然後我要強調一點 這次的呼租來襲 比起上一關龍象全程自動來說的話 還要更吃運氣 因為這次有提前滅團的可能性 所以萬一打不出來也很正常 等過個幾天確定大家有需要 而且上限比自動更高的話 我就會分享手動攻略 當然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搭配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 目前還有將近七成的觀眾 還沒有按下訂閱 那麻煩各位大大們幫幫忙啦 首先陣容方面這次我必須好好講解 因為將台數確保你們都能打出好成績 前排我是讓徐楚站在1號位 讓他盡早出手攻擊 而且這次的挑戰 夫豬會一直使用範圍技能 來讓隊伍的血量流失的很快 讓他徐楚本身的怒攻 有相當痛的二段攻擊 而且還可以吸血來增加續戰力 幾乎可以打滿4個回合 所以算是很不錯的一隻角色 但我自己也用另外一個搭配 打出比徐楚更高的傷害 不過這個我會留到後面再講解 因為他的招募登場率偏低 接下來2號位就建議帶上曹操 我們希望他的怒攻 來降低對手全體的最終減傷與防禦力 來讓我們的輸出效益可以達到最大化 然後被動方面的吸收怒氣 由於對手不會被打倒 所以每次都可以吸滿6個單位 總共300點 而且因為活動一定可以拿到無火的決心 所以對手的防禦力與最終減傷 都可以來到最大化的24% 因此相當噁心 然後最重要的是曹操的羈絆 可以讓輔助型的武將回怒 只要怒攻的節奏變快 分速自然就會提升 那要讓曹操的羈絆發動 我們勢必要再找2個輔助單位 再來假舉放在3號 是因為他的中毒傷害還算蠻高的 而且怒攻的節奏也很快 打出來的效果其實不錯 但我認為可能有比他更好的角色 不過現階段我還是會建議你們拉 因為這也只是我的猜測而已 那接下來4號位是袁紹 他的怒攻打是全體傷害 重點是會增加我方全體15%的最終傷害 會讓整個隊伍的傷害提升相當有感 然後他的怒攻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 每次怒攻完都會讓我方恢復200點怒氣 那由於一定會無火覺醒 所以這個效果是全體範圍 因此就算基礎傷害不會太高 但能多放幾次怒攻 依然可以比其他角色的輸出還要出色 我自己測試下來 袁紹通常是前3名 再來5號位是這次的核心 公孫戰 主要是因為他只要在後排 怒攻就可以附加騎射效果 讓後排的回怒節奏大幅提升 那由於我們袁紹也是放在後排 所以他的怒攻就能多次發動 把他雙重回怒 但公孫戰的效果不只是回怒而已 5星被動只要公孫戰在後排 每次普攻或是怒攻 都會提升公孫戰5%的最終傷害 最多累積20% 而且疊滿之後公孫戰怒攻的時候 還會給對手30%攻擊力的真實傷害 重點效果還沒結束 5火之後會讓我幫後排所有單位 提升30%的最終傷害 最後幾半方面 由於我們這個隊伍4種職業的武將都有 所以確定就會讓後排武將 提升15%的最終傷害 因此公孫戰絕對必然 最後6號位是曹P 他的怒攻是全體傷害 然後重點是會附加一堆簡易效果 所以可以讓弱點突襲的傷害提升 然後3星被動基本上會讓對手BUFF 幾乎等於沒有 所以就可以打出最佳的狀態 另外這個五星被動是曹P的最主要核心 我們這個隊伍裡除了許楚以外 都恢復怒氣的效果 那曹P可以使獲得的數量提升 就會帶動整體的怒攻節奏 而且覺醒之後的幅度上限來到120點 是真的非常可觀 一個回合整個隊伍可以使用超級多次怒攻 最後可以取代許楚的角色的是花蠻 因為花蠻的怒攻可以隨機對三名敵人造成二段傷害 重點是附加這個失裂狀態 每個回合還會給你真實傷害 所以傷害來說其實算是三段才對 因此是非常痛的一隻角色 然後花蠻還有好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三星被動 這個效果只要敵方每次普通攻擊 花蠻爆就有70%的機率 進行一次120%的傷害 然後還會附加失裂狀態 運氣好等於每個回合最多可以發動6次 然後五星被動在花蠻被打倒的時候 會造成一次超級痛的全體範圍傷害 接下來UR之後 五星的全體傷害會再次大幅提升 然後烏火失裂時的效果 還會降低對手的最終減傷跟防禦力 這樣只要配上曹操的怒攻 對手的最終減傷最多會減少44% 然後防禦力也會降到34% 因此花蠻能為隊伍帶來的傷害與功用都是相當可觀的 那我自己6700萬的成績也是花蠻打出來的 許楚目前最高只有6500萬左右 但這部分也有可能是運氣問題 所以這兩隻我會建議你們都拉 接下來神兵方面 我會使用斧頭加葫蘆加攝日弓 尤其你們如果只想要自動戰鬥的話 二號位一定要放葫蘆 我前面也有講過 這次的關卡有可能會提早滅團 所以只要沒有補血效果 是有可能打不滿四個回合的 那既然打不滿傷害自然也沒辦法上去 再來靈寵方面 我考慮到入手的難度 所以我是使用熊貓組戰 搭配靈兔加青龍助戰 那有能力的玩家可以選擇 白虎組戰加靈兔青龍 或是熊貓組戰加青龍白虎 至於沒有青龍的話可以選擇龍象 接下來潛能方面 首先是許楚我是使用3121 接著曹操則是3232或3233 再來賈許2121 然後袁紹跟曹擲我都會使用3222 或3223 最後公孫戰3212 對了花王蠻是3222 至於戰魂方面 我是全部都在弱點突襲 因為我們這個隊伍可以給予對手一對異常狀態 所以可以打出最穩定的傷害 當然各位如果要把曹擲、袁紹、公孫戰、曹操 這4隻角色感恩戰異伯吧 我認為也OK 因為只要加快他們的怒攻次數 就可以一起帶齊整個隊伍的節奏 所以這樣配有可能出現更高的成績也說不定 最後道具方面我目前完全沒有吃 等倒數幾天的時候我會幫各位測試 所以不用擔心 大家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火腿腿我們下次 不斷地圖 最終要是有一點嗎 十分之一 那是 我會幫你 我會把你帶來 我會幫你 我會把你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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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我帶來 我會把你帶來 我們有一個會把你帶來 我會把你帶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